有许多人会希望 透过一些整形手术 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 极端比例的人 最好的例子就是 他的上胸围 就会比他的腰围多了 大概75公分 健保养 做靠医美学 大家好 我是浦韵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 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 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 陪你一起 美丽升级 自信满分 子倩医美学 上课咯 在2023年年底 日本的知名投票网站 Guru Ranking 他进行了一个 针对JUMP周刊少年杂志的 好身材女主的一个调查 大概有6000多人投票 那投票的结果 其实让子倩医师 有点意外又不会太意外 像火影大人的老婆 他其实居然只有第20名 甚至是鬼灭之刃里面的秘笠 他也只有16名 为什么在动漫的女主之中 她们的胸部的比例会这么大 现实生活中这么大的胸部 是真的有可能的吗 这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 从这个面向去探讨说 子倩医师心目中的好身材 是什么样的比例 其实我们细细去分析里面的一个排名 那第四名是女帝 他的身高跟三维的数据 那我们可以发现 他是一个JCOP 第三名的话其实就是罗宾 那罗宾的话他也是JCOP 那第一名是纳美 毫不意外他的罩杯也是JCOP 其实我们现在一般来计算罩杯的话 我们会用我们的上胸围 量出来的数字 减掉我们的下胸围 那JCOP表示说 你的上胸围的这一圈的长度 减掉下胸围其实是25公分 那如果我们照官方分析 他们的身高跟三维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像女帝而言 他的上胸围就会比他的腰围 多了大概75公分 那罗宾跟纳美的话 他们的上胸围也会比 他们的腰围多了65公分 那这个在现实社会中的概念 就像是你捧了两个保龄球 在胸前的感觉 你几乎会完全看不到你的腰部 那为什么在日本的这些动漫的女主之中 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夸张的一个身材比例呢 这个其实主要的起源是 在画漫画的这些人中 他们想要给读者一个附加的好处 就一个招待的一个概念 对于动漫的粉丝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那到底在这个2D的身材比例 转换到3D的生实世界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美国就有一个女大学生 她根据了巴比 官方公布的她的身高 三维还有一些尺寸 她做了一个真人比例大小的巴比 那结果是胸部的比例 就是会突出的吓人 其实现实社会中 也有许多人会希望 透过一些整形手术 把自己变成一个 比较极端比例的人 最好的例子就是金卡带3 她就是透过了无数次的手术 让自己变成一个胸部很大腰很细 然后甚至臀部很丰满的外在的一个形象 所以接下来子倩医师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现实的社会中 到底什么样的比例 是所谓的好身材的一个比例 那一般以东方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比较好的身材比例 以上下半身而言 那会是5比8的比例 看起来是比较好看的 那胸围的话一般来讲 我们会以身高乘以0.52左右的标准 定义我们的好身材的一个胸围比例 一般好看的腰臀比 它大概会是在0.75左右 那这个腰臀比的塑造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用一些整形的手术 比如说抽脂 把腰线雕塑出来 把多余的脂肪抽掉 那其实东方人很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臀尾不够丰满 视觉看起来我们的臀部很扁平 然后反而变大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 我们抽腰部啊 或者是腿部多余的脂肪 拿来补在臀部 就是所谓的蜜桃臀的 一个风臀的手术 借由这样子把脂肪换位置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接近完美比例的腰臀比 甚至你也可以随心所欲的 驾驭你所喜欢的服饰 那在胸部的方面 其实很多人来找子倩医师的时候 都会跟子倩医师说 我想要做到最大 越大越好 其实胸部不是越大越好 每个人适合的胸型跟胸部大小 都会跟他本身的 比如说身高体重啊 胸围啊 然后胸部的底宽 甚至是跟他的皮肤厚度 体质都会有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 子倩医师非常强烈的建议 所有想要龙胸的一些女性朋友 可以来跟子倩医师讨论一下 到底什么样是适合你的胸部大小 这样才是一个最安全 可以让你得到一个最好效果的 龙胸手术的方式 健保养 最靠医美学 我们下集见喔